這應該是史上最貴的一個獎盃 那這邊我們看見小盲位Smith拿到了5-4 Adams大盲位的K-5 Smith在這裡選擇跟住8萬積分牌 那我覺得Adams這邊 在根據對手後手的一些籌碼 大概是22個大盲 那我覺得這邊也許他會做一個加組 因為對手現在可能也不一定有辦法太多的3B 那如果是Check其實也是一個會做的決定 只不過這邊選擇加組也是可以 那這邊兩位玩家進入了翻牌後 這裡發出來是10-13的面 這邊Adams暫時領先 高牌K 那這邊Smith小盲位選擇 零打下注8萬的積分牌 那我覺得這個下注是蠻不錯的 因為畢竟他這個4-5off 是完全沒有辦法做一個Check code的一個 騎士手牌 而且他也沒有什麼一些開牌的價值 可是他可以試著去下注對手一些 讓對手一些比他好的牌蓋掉 那基本上對手應該基本上絕大多數的牌都比他大 因為畢竟他只有5high而已 那這邊如果有一個後門順的機會 他可以繼續選擇攻擊 那這個轉牌帶來一個8 在這邊沒有任何玩家有擊中對手 那Adams在我們之前有看到他跟Kenny對決的一個手牌 也是選擇一個用K-high防守 那尤其K-high在這種疊牌的結構上面 K-high還是領先蠻多東西的 我記得上一手是AA-10的結構 他選擇抵抗一個K-2不同話 然後轉牌掉一個K 然後River忘記掉了什麼 反正River還做了一個1BB左右的一個下注 那這個盒牌 我們看今天給Adams帶來了兩隊 現在是KK-14-8的踢腳 那之前看過我們短牌轉播的觀眾應該知道 完全沒有開牌架子的時候 要試著去偷底次 不然就輸定了 可是現在我們Smith只有一個5high 他也是完全沒有開牌架子 那在長排裡面 是不是要跟短牌用一個一樣類似的策略 試著去搶下這個底次 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不然這個 Check可是輸100%啦 那bet是有機會贏 那這裡小毛衛 他選擇下注14萬的積分牌 好 我們的Adams 所以其實好像也是差不多的策略 這完全沒有開牌架子的時候 這些高額子的選手 他們基本上都不會放棄 他們基本上都不會放棄 好嗎 那剛才他A圈跟Kenny 兩個人投了個硬幣 然後呢 引下了那個很大的底次 這邊小毛衛 被Adams 8-5 選擇跟注 然後呢 Kenny 勾4 過牌 發出來是3張K的面 在這裡 Kenny的勾 還是領先 那我們的Adams會不會主動下注呢 我覺得是蠻有機會的 因為 他這種下注的一個方法 其實跟剛剛我們所看到 那個Dance Meeks的 想法應該是類似的 因為畢竟他的牌 沒有一些碳牌價值 可是他選擇Limp的 玩家 他的手牌很有可能 對於大瑪的check 大瑪等於是100%的牌 所以對於大瑪來說 大瑪可能也是 沒有這麼好的起始手牌 那假設 像他是因為Kenny有個勾牌 那如果Kenny的另外一張牌 可能是9以下的牌 或是一張10的牌 可能就會被 在Adams這邊大概 那 Kenny的一個勾牌 我覺得算是一個 Defend的一個 最邊緣的一個範圍 如果你要他 Defend一個 10或9的話 其實我覺得也是蠻不現實的 這邊Adams在轉牌 選擇過牌 那Kenny也選擇了過牌 那Kenny也選擇了過牌 所以其實連續的這兩把 其實可以讓觀眾加深一下印象 其實他們的策略其實都是 都是一樣 那所以如果這兩把真的是這麼類似的話 我相信 我相信Adams這邊 因為他開不了牌 是否River也要下一個 20萬左右的bluff 試著把對手打開 因為他如果知道對手是抵抗一些high card 假設抵抗一些Q-high或K-high 那其實在River 他其實是很難跟住的 確實在這裡選擇了 他下了20萬的幾分牌 我們看見合牌這邊 Kenny他中了葫蘆 是不會氣的 他選擇跟住 然後呢 Adams知道他是輸了 在這邊 Kenny拿下底子 那Adams這邊 3-7童話 是否會繼續選擇Limp呢 就像我們剛好聊到 我們的職業玩家很少 在小忙放棄一些 可以進行遊戲的手牌 那這邊 我們的 Adams跟我們的Kenny 都有一個卡順的機會 那我相信 Adams這邊應該會選擇一個跟住 而且他有後門花跟一個卡順的機會 而且在這結構上 他可能相信自己中了7 還是有機會會贏的 那如果轉牌沒有什麼幫助的話 Adams如果遭遇下注應該就要蓋牌 這邊抵抗一發 我覺得是不錯的 而且其實在這個結構上 假設Adams有中一個6 或中一個4 也是有可能會選擇做一個 也是很有可能會做一個 check call 那現在Adams有一個 在BattleFresh draw 後門的花的聽牌 後門銅花順的聽牌 那這時候他會不會用一個 我們最近看到的一些 主動下注的招式在這個轉牌 我們在昨天看過 Huston用過 然後也看過 今天我們的Dance Smith用過 那Huston是沒中的時候用 Dance Smith是中的時候用 所以其實現在轉牌的這個 當倍 其實算是一個很少用到的一個方法 可是我最近在他們一些職業玩家身上 看到的一些運用的一些方式 那我也試著去理解他們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值得學習的一個地方 那Kenny應該會選擇跟注 甚至有可能加注 那這邊Kenny跟注 那在這盒牌 如果Adams不中他現在買的牌的話 應該會繼續下注 他在這裡是代表 手上是有三條六 或者已經是順的牌 那這張七 調出來 Adams 其實有點尷尬 就是他的牌有點開牌架子 可是 又 不是夠大 因為對手如果抵抗的範圍裡面 有八有五 都是贏他的 那我一綜合他們的這幾天下來的一些狀況 那 我覺得有時候可能會做個小一下子 或是check hold 其實都是一個選擇 那他這樣 那他這樣的轉牌的這樣打法 是讓主子 對方 在合牌 會有 就是 下注 因為在這邊 他轉牌零打的話 在合牌 就算 就是對方 他發出來 派 但是呢 會打得比較謹慎 比較小心 那這裡小忙位 Adams 拿到A9 那會繼續選擇Limp 我們目前好像沒有看到Adams在小忙加注過耶 對 他們一般在這種沒有位置優勢的情況下 會控制 那這個控制他們會翻牌前就開始執行了 那這裡我們看見這翻牌後 十九八 三張紅心的面 這邊Adams他中了中隊加賣Nuts花的機會 然後呢 看你這裡是敵對 那Adams這邊其實這個check 我覺得就是一個蠻不錯的一個策略 因為其實他的牌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可是如果選擇下注的話 呃 被抵抗很多他也不一定會領先 所以我覺得這邊check hold 是check hold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策略 那我覺得Rever這邊還是一樣可以做一個大的一個價值下注 就可能一個二十五萬的PUT 因為這邊對手 如果有勾也只能用梗 如果他選擇埋伏的話 那紅心也在他手上 我覺得這邊可以做一個大的價值下注 因為畢竟中了兩隊 選擇 十七萬五的下注 大概是百分之 七十五左右的一個地次 那我們的canning是只有 一對八 在這邊應該是很難跟住的 還是跟了 哇我們的 我們的 職業玩家任何一個對子都不會輕易的放棄 好 這邊我們的canning要再度的all in 他的astuse 他幾乎把把的all in 那我覺得Smeet這個K8也是一個必然會跟住的一個範圍 對 K8在這小盲位 打all in很多的玩家 他在這邊K8應該是會賭自己是領先的 我們剛才也看過Briand Kenny all in過Q3off 對啊 所以Qoff 好像是Qoff 那K8在這個十個大盲 再加上有anty的組織上應該是一個 會選擇跟住 好 那這裡我們看見Kenny A2對上Smith的K8 這邊Smith需要看到K或者8 好 這是他們兩個的all in 我向觀眾保證 我不會再看錯牌了 我會仔細的看好每一張牌 來我們來看這個200萬的底次 如果Kenny拿下的話 就會進入我們的單挑 那這裡發出來是圈十七的面 現在Smith還是需要任何K或者8 那這個轉牌是個6 給Kenny帶來了任何9的alt 那這邊他需要看見任何K9或者8 到底我們的River會不會是 OK沒有發出來 那我們的Brian Kenny 把我們的Dan Smith打出局 現在場上剩下最後的兩名玩家 我們的Handsup單挑桌 將會是由我們的Aidans 跟我們的Brian Kenny 進行最後的單挑 而我們的Dan Smith 也在第三名拿走了 1360萬港幣的獎金 我們一起恭喜他 那當然就是錦標賽 可以進入打單挑也是不容易的 那這邊我們看見 兩位玩家手持分別為7-4跟5-4 那在K13的面 兩家選擇過牌 那這個轉牌呢 現在這裡給Adams帶來了一隊伍 他也繼續選擇過牌 然後呢這裡是小盲位 也是現在莊家位的Kenny 那單挑的情況下 觀眾朋友們小盲位 也就是位置優勢的玩家 他們也是莊家位 在這邊 Kenny選擇下注285千的積分牌 兩秒鐘 好的 那这里Kenny选择一个超池下注 顺利地拿下了底池 这边Kenny加注到17万5千 大盲位的Adams是拿勾七的牌 这里Adams选择跟注 然后我们看见翻牌 现在是圈七四的面 在这边Kenny 他是有买花的机会 然后呢这里Adams 他是中了中队一对七 这里Adams选择控制过拍给Kenny 然后呢Kenny选择继续架注 下注15万的几分牌 那我们这里看见Kenny 他一般继续下注的动作非常多 他如果在翻牌前做架注的话 一般在任何面 他都会选择继续下注 那这里他可以测出 对方的牌力是多强 那这边Adams 手持中队选择跟注 然后这里转牌来了一个4 现在Adams 他是也手持两队 是七七 四四 然后呢踢脚十圈 再次选择过拍 那这里Kenny 继续给对方压力下注了58万5000的几分牌 那这也是超过半尺的下注 那这边 会让Adam 比较难跟注 是因为他手上的牌力不是很强 然后呢我们也看见Kenny这里有任何方片的else 是可以引下抵制的 那这边Adams选择跟注 这盒牌 来了张K 在这里确实给Kenny 拿到了他要买的花 这边反超了对方的一对七 这边Adams再次过拍给Kenny 那在这个面上Kenny 他会不会决定下个价值注呢 那他确实下个注 然后呢选择的几分牌是48万5000 然后这边Adams看见面上现在是四张方片 对他来说非常不利 他自己确认一下手上有没有方片 放弃了底子 那我们看见这些职业玩家 他们都打得非常紧 然后呢也比较都很谨慎 然后他们不会在就是觉得自己排领先的情况下 在flop做一个check raise的那种行动 因为在这样的面上做check raise 被对方跟注或者再加回来是很难处理的 那这里我们看见小盲卫跟注8万的几分牌 然后呢Kenny在打盲卫手持A4选择过牌 那很幸运的在这边 我们看见Bren Kenney再次击中了 在这边他有击中三条四 然后呢这边Adams他有买后门花的机会 那这有点不幸的是转牌 这边给Adams带来了两队 现在他的排力是5544带8的踢脚 然后呢这里Kenny他继续选择用很强的排力过牌 他并不怕对方在这里能追上 那这里也是让对方选择下注 然后呢这样可以得到更多的价值 那这里Adams选择下注8万的几分牌 对方选择下注 今天Bren Kenney加注到54万的几分牌 那这也是Adams下注的快7倍的加注 那这边Kenny的这个加注呢是第一保护自己的牌 第二也是要得到三条的价值 因为这个面上我们看这个转牌会让这个面比较湿 这里有买顺买花的面 我们看见就是Bren Kenney在单挑的池里给对方很大的压力 在这边Adams做了一个跟注 我们可以看见这边Adams只有4%的盈利 因为他需要在合牌之中一个5 这4%的盈利变成100%的盈利 这个合牌确实来了一个5 那也是Adams最想看见的合牌 这里非常不幸 现在幸运旅选站到Adams这边了 这是非常精彩的一手牌 这圆圆领先翻牌时的Kenny在合牌被对方超越了 那这里Kenny选择过牌 那在这一个132万底池 Adams他会选择要下多少呢 那这个合牌 那这个合牌应该Kenny很难起牌 应该会给对方一定的价值 那这边我们看见Adams他放了一个时间卡 这个时间卡是可以让他多考虑30秒的 这些方片的卡片是时间卡 然后呢这是一个就是即时的比赛 这意思是说每个玩家 每条街都可以只考虑30秒 如果需要更多的时间就要需要放一张机 那个时间卡才可以 那这里呢Adams选择下注 240万的积分 打了一个超大的底池 这边他选择 这边他选择合牌 打了两倍的底池 那这里我们看见Kenny 并没有马上跟注 他也要好好考虑对方是用什么牌 在这里可以下那么大的一个注呢 那在这里轮到Kenny 放了一张思考卡 那如果在这边可以看见Kenny 手上可以弃掉这葫芦的牌 那会是非常厉害的 当然一般玩家在这种情况下 是会不耐 反而放进一个跟注马 那他再次丢进思考卡 这是又给他多30秒 我们看见现在 Kenny已经进入1分钟24秒的考虑时间 那这里Kenny他会感觉 他自己有可能现在是落后了 那他在想的考虑思考中 会想到对方到底是哪一些组合 在这个合牌可以不怕 然后呢下主那么大 然后呢还是跟注了 我看见Adams在这边 拿下一个非常大的底池 这个底池是612万的击分牌 这把是非常冤架牌 特别是在单挑的情况下 那这里我们看见 庄家卫的Adams拿到了一对K 在这里加住到20万的击分牌 然后呢我们现在到大忙卫的Kenny 首持的是K8 那也会让他觉得他的牌力是不错的 特别是在单挑的情况下 他做了个跟注 那这个面发出来是A18 那这边Adams看见他的一对K 有被盖帽 但是呢这边Kenny他是中了底对的8 带买花 然后呢这个花也是坚果那次花 是 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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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合牌 Brain Kenny 過牌 給Adams 那這個面是 有任何勾 或者六 就是順 那這裡Adams 他決定 要打對方的價值 下了24萬的幾分牌 大概是1分之1的 一個價值下注 那我們也知道 Brain Kenny 是一個有對子 不會隨便蓋掉的 一個玩家 確實得到了一點價值 在這邊 Kenny有一對8跟住了 然後呢 這邊Adams 再次拿下底值 那這邊 我們看見小盲位 加注到175千 也是莊家位 然後Adams 就選擇跟住A6 紅心的牌 然後這邊出來662的面 在這裡看見我們Adams 馬上中了三條 這那麼好中 運氣好像來了 那麼好中三條嗎 很難 昨天有跟觀眾聊到 你要選擇 你要在Flop三張翻牌 你要擊中三條 幾率大概是0.9幾不到1% 大概100次會中一次吧 那這邊 這邊我們看見有優勢位的 Brain Kenny 經過Adams的過牌 選擇下注15萬的積分牌 那我們也說過Brain Kenny 他一般如果翻牌前有加注 他在任何的面都會打一個繼續下注 那這裡我們看見Adams 手持三條六 選擇再加注到43萬5千的積分牌 那我們這邊Kennie只有一個Bahai 其實很難繼續跟住 當然因為本身他本身就C倍很多很多了 所以基本上這邊沒有對子 其實對手會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是Kennie 我覺得如果他這邊有一個S High的話 或是K全High K Go High的話 可能要抵抗一發 那他在這裡選擇用Bahai的牌 做了一個跟注 那他在這裡試賭對方 手上的牌沒有那麼強 然後呢應該是在後面 經過對方如果過牌的情況下 他會偷下抵制 那現在Adams應該就要猜想 對手Range是什麼 他能跟注我這個Check Race 那我覺得 如果是我 我有可能會選Check Race兩次 因為首先我考慮到他的CoinRange 可能會有些Flash做 可能會有些High卡 開不了牌的牌 基本上我不會覺得對手有6 那基本上如果對手有6的話 也會打 所以我可能會Check Race兩次 Check Race兩次是 比較Fancy 對對對 Check Race兩次是很難 就是很強啦 你如果是這種Line的話 是讓對方讀出你的牌力 是非常非常強 那最好聞的是 人家說你有沒有成功做過 Check Race三次 這也是一個200外港幣 無限買入的比賽 那在這邊跟注8萬的積分牌 Adams是首次K9 然後我們看見Kenny再次 這邊大忙碌是拿到AK梅花的牌 這裡選擇加注到275千的積分牌 那我在想K9應該也是一個 會抵抗的一個範圍 那這邊K9應該會做一個持續的下注 那這裡Adams確實選擇跟注 我們來看一下翻牌後 這個翻牌對Kenny很有力 他在這邊擊中了頂隊 那這邊Kenny應該會做一個持續的下注 2分之1嗎 大概是60%左右的BED 那這裡下注38萬5千的積分牌 那Adams這邊有一個King High的一個Diamond 我猜這是一個唯一讓他猶豫的一個原因 那絕大多數應該這邊還是不會選擇一個抵抗 那絕大多數應該這邊還是不會選擇一個抵抗 好現在我們的Kenny的SKing已經是100%了 對手已經做贏隊了 那我覺得依他現在這個形象 我覺得應該還是會做一個持續的攻擊 畢竟後手還有260萬 還打不完 所以應該會想要試著把他籌碼全部打光 那這是一個40%左右的下注 好Adams在沒有發出Diamond的狀況之下 就不再繼續Flow對手 Adams這邊有一個S Queen 一個在Hands Up裡面非常大的騎士手牌 那我覺得依現在的籌碼量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11萬左右 啊 sorry 應該是一個110萬左右的3BIT 那這裡Adams直接O-In O-In 然後他在這邊希望Kenny手持不錯的A 像齊這種O-In有可能 比較猜不出來他們真正的目的與想法是什麼 因為這個O-In的這個尺寸其實蠻大的 有效數碼大概是40BB 那這裡莊家小盲位 我們看見來的是Kenny 他這裡是A10 加注到25萬 然後呢Adams在這裡是圈8 也是不錯組合的牌 在單挑情況下一定是可以看範牌後的 一半多 25多 那這邊 我們看一下翻牌後 現在是勾4-3的面 沒有任何玩家有中到一個對子 那在沒有中的情況下 Kenny作為翻牌前家族的玩家 在這裡應該是會以往的打法 繼續下注 但是這次他是選擇過牌 那有可能覺得自己還是應該現在是領先 應該是他覺得可能也許這邊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攤牌價值 然後他選擇過牌 如果他開不了牌的話 他就下注 我們這裡也有學到一些Kenny的策略 那這邊我們看見這個轉牌 給Adams帶來了可以買花跟買順的機會 那這裡看見 那我覺得會下一個比較重的組 他下了75萬的機會牌 在60萬的底次下注75萬 對 我們昨天看見TimothyAdams也做同樣的舉動 在一個可以買順跟買花的面 他會下一個很大的組 而且我想 我想Kenny原本心裡的如意算盤是 我反正我這個範圍有理解 你轉牌你打我就跟 你合牌打我就跟 就現在遭遇到一個超磁下注 變成是說 他這邊要去抵抗一些X-high的話 就變得好像抵抗太多了 那這邊 Tipathy Adams會用Semi-bluff 也是半架戶的牌力 可以一般的時候可以拿下底次 那這邊我們看見Kenny跟注 那我相信Kenny本身也了解 對手會在一些 呃 combo做的一些組合上面 做一些超磁下注 好 我們的Adams在River Zone 到他的童花 那我覺得 為了他的bluff的平衡 我相信他可能會直接選擇O-in 而且如果對手去Defend 的話 對手手裡範圍是很有可能有一些 K死 QK 或者是S-King的牌 其實都是有機會的 所以 這張K的話 其實對Adams來說是 除了他中了花以外 也算是擊中對手的部分範圍 所以這邊 他也很有可能會直接O-in 那他這裡選擇下一個很大的組 已經是O-in 他再次 在這邊選擇 Over-Bit 那這裡我們可以看見 他這個組是Cover了Kenny的守候的幾分牌 他這邊只贏對手的 五六 六七 或者是一些 七八 八十的牌 那本身自己有拿了一張死 其實擋掉了對手一些 順子的組合 哇 哇 這個S 要Hero Coach 其實是蠻艱困的 那這邊Kenny會考慮到 是如果轉牌 對方下那麼大的抵觸 這邊呢 他有可能買的是順或者花 然後呢 這個合牌帶來了順和花 所以 這裡他手持A10 拍力的 應該這邊是靠不動的 他應該會讀對方 手上至少是有比他強的牌 這邊我相信如果有兩隊是會O-in 嗯 兩隊會O-in 而且 Kenny其實他在這一個 第一次裡面已經丟入了非常多的籌碼 已經丟入了三百萬的籌碼 那後手只能下兩百多萬 那Kenny本身他是一個 算是愛偷雞的人 我們這有聊過 對 愛偷雞的人都會覺得對手在偷雞 對 因為他會想 如果是我 我在這裡 是這麼打的 我是不是一定會下座 因為呢 當然在這個 翻牌的面上 兩位玩家都有 曾經過牌 然後 而且打撲克 在你要學習進步的過程中 認識自己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有時候往往 你要去界定對手範圍 或是界定對手打法的時候 你可能沒有一個基準 就先由自己當作一個基準 來推測對手的想法 站在自己的立場 站在對手的立場 想想看會做什麼事情 那這手牌裡面 他已經放了四個思考牌了 我們現在看見他已經進入第三分鐘的思考 好 那在這邊 Kennie真的 想 是不是Adams 有可能 在這邊 做投機 行動呢 Oh my goodness 他在這裡 選擇了用A10 扣了對手的O-in 那他在這邊 那他在這邊 應該把 嗯 Adams 放在 就是 蠻順的 蠻順的一個秘密 對 因為其實River要O-in的話 就變成是說 你要去O-in一些 呃 很強的Range 對 所以要嘛就是 真的牌真的超級大 要嘛就是 什麼都沒有 對 他們就會打一個 我們會叫很Polarized 對 要嘛很大 要嘛什麼都沒有 哇 Adams拿到了冠軍 然後看接著 Leigh Bonomo 跟Greenwood 都有來 恭喜 Adams拿下 這次 200萬 港幣買路的主賽 然後在這邊 恭喜他們 Tim You've won the main event Congratulations Tell us first And how's that You've won the main event You've won the main event Congratulations You've won the main event 出場 你 你 你 告訴你 做